大家好,我是李医师 天一热就爱出汗 一冻一身汗让人浑身难受 其实汗线是人体自带的空调 是人体最天然的保养品 出一身健康的汗对健康有益 大汗也是人体的晴雨表 有些异常的出汗信号 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无声警告 汗从哪里出 病就从哪里来 那怎样才算异常的出汗呢? 简单的说,如果不是因为运动 穿衣服太多 或者炎热而导致的出汗 或稍微运动一点就大汗淋漓 这意味着人体可能出现了异常的情况 应当引起重视 第一,头部出汗异常,胃火腕 头部的阳气本应该是最主的 头上若是经常出汗 或许就意味着您的阳气有些虚弱 这往往和胃火腕有一定的关系 医师建议大家保证睡眠的充足 多吃温补的食物 比如呢,大枣、牛肉、山药、蜂蜜 还有腐林等 第二,额头出汗 肝痒伤看 如果额头常常出很多的汗 中医认为可能是肝痒伤看导致的 医师建议大家平时尽量的保持心境平和 烧生气、不生气 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还可以每天充泡枸杞茶饮用 有平肝的功效 第三,鼻子出汗 肺气不足 这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医师建议大家 每天可以用双手敲打双腿 并按摇双腿的左右两侧 通过敲打、刺激 起到调理费劲的作用 第四,腋下出汗 多吃汗腺过大或者饮食过重 如果诊断为汗腺过大 可以到医院做简单而有效的激光治疗 胃重的话呢 医师建议大家饮食要清淡 多吃点水果、蔬菜 第五,胸口出汗 都是脾胃适合 医师建议大家不要过度的焦虑 平时要多运动 同时少吃有力、生冷的食物 还可以用黄奇大早泡水喝 来防解症状 第六,浑身出汗 气虚 无论是冬夏 在白天不活动或者轻微活动的情况下 常常汗出不止 中医认为这是气虚的表现 医师建议大家 饮食上可以选择山药、豆浆、牛羊肉等 也可以用胆生或者黄奇冻鸡吃 来防解气虚 第七,睡着出汗 也就是俗称的倒汗 中医认为都是应需引起的 医师建议大家多吃点百合、雪梨等滋阴之品 少吃羊肉、洋葱、葱姜蒜等热性的食品 也可以用沙生、麦冬、五味子或者西洋生泡水饮用 第八,偏汗 这种多鉴于风湿偏汤的病人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出现了偏汤 同时还伴有头晕、头痛、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 可能中风发作了 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检查 千万不要服事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李医师点赞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